這個是馬 我們布貼好要噴漆 就是把它立體起來 好像看起來就會比較有靈魂一點 每到聖誕節 全台最大聖誕燈車 在宜蘭各鄉鎮遊行 這一座座的花燈 全都出自受刑人的手 我們的水電師 師傅 他真的以前就是水電師傅 然後可能就是有一些 就是刺青的師傅 像我們彩繪的都是刺青師傅 開過刺青店的 從材料選擇 骨架拼裝 電工設計到貼布彩繪 宜蘭監獄的花燈宮 一般在聖誕節前夕如火如荼 感至純手工的電子花燈 以前我們的花燈就是元宵節才有 比如說今年農年 蛇年 陽年 都是類似這些主題的 我們也是第一次接觸到說 也可以做耶穌 既然宜蘭三星監獄 能夠製作花燈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子 讓這些受刑人在製作花燈的 過程當中也能夠來接受福音 由宜蘭聯導會 全福關懷協會及政府 發起的聖誕燈車遊行 每一年都加入了一些創新的元素 因為我們也想說 要呈現基督的樣式 它就要代表很溫馨 然後給人的感覺是舒服的 所以它的臉就是由凶惡就慢慢變得很和善 馬舊嘛 應該是很黑暗 破舊 它可能燈光效果就不好 就是也不敢把它做得太老舊 但是也不敢做得太豪華 所以我們後來是選擇說 讓它燈光效果好一點 盡量是朝著非常歡喜的心情 透過這樣子的聖誕燈車 跟三星監獄的合作 那也提升他們 然後也為我們帶來祝福 很溫馨啊 然後大家就社會一團的和氣 這就是我們認為有繼續發揚光大 所以現在台北市也在跟我們聯繫 所以希望就是學習我們的這種精神 從起初的小試水溫 到遍地遊行的光芒閃耀 福音因著小小的行動開啟 就這樣傳開了